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时候就代表后方车辆在催促我们及时起步 而且因为灯变成了绿色或者红色 我们需要及时地进行起步 避免因为我们起步过慢而造成拥堵 这就是闪一下灯的作用 主要是催促 第二 闪两下灯 一般来说大灯闪两次代表着不满或者是提醒 而且大多数时候会出现在汇车的时候 当夜晚汇车或者是有人强行加赛的时候 后车为了表达对前车的不满会闪两下闪光灯 但是你要记住 在夜晚汇车时千万不能和对策车辆对射 对方就算是个眼光狗 我们也要做好好先生 否则两台瞬间暴忙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 危险性可想而知 第三 是大灯闪三下 与前面两次不同 大灯闪三下是为了提醒我们 车辆发生的事故 让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 比如突然后备箱的打开或者后轮胎爆胎等等情况下 我们还继续行驶 这时候后车发现之后会以闪三下灯的形式告诉我们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检查车辆内部是否发生了一定的问题 如果是 那么就要及时进行处理 否则发生交通事故和意外就得不偿失了 看了小编给大家的讲解 行车上路并没有那么简单的 灯也代表着一种信号 给我们进行传递 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 千万要注意